作词 modifier 作曲易娅 作词 additionally 曲易娅 作曲易娅 念一句花开待息时 少一须执念的词 线年轮身刻了故事 风干与惊失 线影落萦绕琴千词 弹一曲梦中三尺 这一场秋年的选择 写一笔编织 悠悠的岁月 和你封一词 月渐渐被光影卷刻三尸 温热的烛火 解开了相思 爱扭转为你去 悠悠的岁月 和你封一词 许在阑珊只剩出了心事 温热的烛火 解开了相思 爱扭转又不离子 爱扭转又不离子 天都亮了 烟烛啊 我今天头好疼啊 给你煮了醒酒茶 你起来喝点吧 好 不过 我昨天晚上可能真喝断片了 完全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 我昨天没干什么出客的事吧 没有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没有啊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把你打下去 没人欺负我 不过 我好像记得昨天甘州寺他 小贾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谁送你回来的吗 不会是甘蔗寺良心发现 然后他送我的 是二皇子殿下 不会吧 而且我好像记得昨天我喝多了 还吐了谁一声 小贾 喜欢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是一心一意 只想和他一个人在一起嘛 这你为什么 云朱 你说什么呀 我今天还有很多活 我就不等你了 别走啊你 你 你别生气啊 怎么办 云朱好像生气了 怎么办 还行 嗯 云朱 这衣服我帮你洗 来 不行 你洗好你自己再别事 那 好 云朱 你怎么了 没事 跟你没关系 我帮你吧 我帮你 云珠 你别走啊 完了 完了 云珠这真生气了 好奇怪 当心 死 四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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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怎么办 不能在这里出事 我得想办法助攻 关键时刻 一剑趁手的兵器都没有吗 这独特的口音是阿文 殿下 殿下 小宝 殿下 这 少妻姑娘 发生什么事啊 我说我不知道 你信吗 你 别默契 去拿金床药 是 胳膊伤了而已 无碍 你怎么这次救我了 你不是应该先说谢谢吗 那多谢四皇子殿下 昨天没把我射死之恩 丫头 丫头 如果我说我昨日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四皇子殿下还能学我说话 看来 没什么答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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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晨叶 你骗我 但是这个伤口看起来不是很深 怎么会这么疼呢 可能是有毒吧 有毒 你干什么 那儿有只猪在飞 飞过来飞过来 哪儿 你 可喊到猪了吗 你 要干什么 只要把伤口的毒血吸出来 伤口会好得更快一些 丫头 叫我干吗 现在 你应该先说谢谢我吧 可恶 一句 这是什么爱情 这就是他的爱情 都偷转转终遇见 烟火阑珊 心动蔓延 清净暖风涌着你入眠 轻轻易温停在你耳间 看愿在爱里沦陷 只字只手 怕人前有变 他奶奶个腿 你这个缺心眼的小女障 你知道这是什么衣服啊 这可是皇上赏赐给徐大人的 你竟然洗成这样 你让我如何交代 对不起 我会负责的 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 平时看你手脚最为马力 特意交代给你 以前犯这样的错误 你呀 自求多福吧 反正我思之思可保不住你 姐姐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你了 我放过你有什么用 况且上面还有苏嬷嬷 再说 徐大人是什么人 衣服到了他手 你还有几条面客户啊 我自己去找徐大人 我去求他原谅 反正横竖都是死路一条 我去找他试试 或许还有一次机会 那 你别连累我们撕着撕 文元阁起火 硫磺爆炸 比武时出意外 秦天竟然直接派人暗杀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仇家 我一个小小的宫女 怎么会有仇家 那蒙面人一定是安文没错 安文难道想杀了我 我可怎么办才好啊 那你可知今日何人要杀你 我 不知道啊 你在想什么 没 没什么呀 说实话 我在想 我在想刚刚四殿下救我时候的英姿啊 刚刚四殿下帮我挡飞刀的时候 简直就是英姿撒手 帅气敌人 你刚才救我的时候 也是巾帼不让许梅呢 对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武功呢 我还在比武大会的时候 你不是也只展示了你的设意吗 我不会武功啊 那你还会飞 我只是比常人腿脚快些 正言说瞎话 看来他是故意向一瞒 我还是不要再追问了 展大哥我求你了 求你让我见见徐大人吧 我求你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一个公里 你赶走这种地方了啊 丫头 赶紧走吧 再赶来 我可就不客气了 剁什么呀你啊 你这小丫头骗了啊 住手 是吗 这是司智司的宫女 她把皇上司给您的衣服洗坏了 说来给您道歉 我这就把他赶走 惊绕你了 实在是对不住 是吗 承大人 阿妩 大人 你先把她送回去 告诉私职私的人 衣服坏了可以再换一件 不必为难一个下人 是 谢谢徐大人 谢谢徐大人 大人 为什么要大人 徐大人 徐大人 那么多的伤口 她得多疼 我什么也没做 他躲什么呀你 那只蜂蜀 哪只蜂蜀 是吗 问你哪只蜂蜀碰了它 不说 跑啊 都给我躲 是 大人 她刚刚都对我那样了 可为什么好感度一点都没增加呢 难道是因为系统有延迟 你自己好好说说啊 你犯什么错了啊 我告诉你啊 妈呀 孙默默 怎么又瞒人了 这事就过了 从现在起 你就跟我跪着 好好反省反省 谁啊这么惨 云竹 不是 你怎么跪这儿了 你快起来 你别管你快回去 得罪了徐大人 居然还能毫发无损 也是他命大 徐大人这次放过他了 可下次呢 我们四肢私本来就让人瞧不起 还犯这种查阻 就是 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呀 今天把皇上赏赐给徐大人 要在太后寿宴上穿的衣服 给洗破了 洗破了 来 云竹 我帮你 你洗好你自己的便是 这事我也有责任 要罚一起罚 你乱说什么 你现在是四殿下心中的红人哪 我可得罪不起 不过 你非要给你的姐妹出头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请说 太后寿宴的表演 你如果为我们私治私拔得头筹的话 我也可以既往不咎 太后寿宴 是否开启太后寿宴支线剧情 什么支线 什么剧情啊 在太后寿宴上献疫 是我们私治私最大的荣誉 你呀 给我认真对待 小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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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是太后娘娘寿宴了 整个后宫都要表演节目 讨她老人家欢喜 对啊 小贾 你聪明伶俐办法最多 肯定能带我们准备出一个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让整个后宫都刮目相看的节目 是啊 小贾 表演节目 如果能通过这个任务 修复跟云竹的姐妹情谊 交给我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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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了 好 是否开启太后寿宴之线剧情 完成云竹心愿 可获得独当机会 大爷 大爷 我不是同你讲过吗 我来太子府议事的时候 不要来自寻我 什么事什么着急 因为杀雕 什么 四伙子来了 你都把爱奇倒下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他 你呢 没有暴露羊毛 没用没用 但我受爷暴露了 你 安琪呢 安琪留在四幌子嘎杯上了 城市不足 留你何用 四药丝不可善入 四药丝不可善入 姑娘 怎么是你呀 你认得我啊 陆姑娘医学奇才 见过一次就很难忘记 过奖过奖 其实我也就略学习那么样 大人 今天我是来求药的 这个是药方 您看看 姑娘 你这是中了三角虎毒 对 我中毒了 若是旁人来讨药 未经过诊治 我定是不会答应你 不过陆姑娘医学奇才 又不是旁人 多谢大人谭 不过陆姑娘医学 属下明白 老规矩处置 慢着 殿下 留活口 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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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了救她一个宫女 以身犯险 值得吗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我昨天在太子府当职 听到许有证和他属下谈话 许有证 你真不该把那丫头牵扯进来 我听到他们谈起所用的案器 似乎是一条线索 那支标有些特别 我已经差人去查了 相信很快就有结果 殿下 小姐姑娘到 下去吧 你怎么来了 殿下 那日为了救我而受伤 我是放心不下 特地过来看看殿下 你要不还是好好说话 我有点不适应 哎呀 瞧我担心的 连正事都忘了 我这儿有一张 专门治疗外伤的药方 可以让伤口好得更快些 药 我已经给你熬好了 殿下 我这药方不能与其他药同用 否则药理相克 会有危险 你的这个是外伤药 我这个是内服 我碍事的 行行行 药 我也喝 药方 我也收下 不如殿下先喝一口 一会儿凉了 喝了对胃不好 好 虽然说殿下你伤口的毒血 我已经给你一口一口地吸出来了 但是呢 我还是担心你余毒未消 所以啊 特地去私药厂给你求了良芳 这个药里面啊 还有我们那天一起赏的花 就是那个可以入药的枝子花 殿下 馨儿还有事 先告退了 嗯 除了枝子花 还有黄莲 黄秦 黄不恶呢 苦死了 其实那只镖没毒 有毒 没毒 有毒 四殿下 之前你赐我黄莲解毒汤的恩情 我可都记着拿 这次我一定好好地报答你的优 喝 小宝 你叫谁都没用 喝了 一 是 哪怕 儿女 小 64 你们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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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什么神殿 阿文 大人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 三番四次办事不理 虚实不想怪我 你必须是太有傻瓜 受死 别动 江湖中使镖的人不少 但这镖本路特别 不难追查 今日你已无路可走 带回韩庄公 是 你说 徐勇正那个奸贼 到底有什么阴谋 我说是 那我就达到你说为止 住手 殿下 他已是徐勇正的气子 可是殿下 为什么 为什么大人要这么递我 阿文 你追随徐勇正多年 他先人手拿你不是不知道 我有意义徐勇正一绝高下 希望你可以助我隐蔽之力 我知道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有任何未了的心愿 只要我能办到 我都可以答应你 他之前是徐勇正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 嗯 我们是通过那枚暗器找到你 还有 那枚飞镖的纹路很是特别 想必是有心之人帮你设计的吧 没说话 阿文 徐勇正已经对你产生杀心 你真的 要让你的亲哥哥继续待在他身边吗 行 我答应你 我把我指头都告诉你 但是你们得救救我阿可 行 殿下 说吧 你为什么要杀路人家 具体是什么情话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阿可说了 他 他是那个 红华 叶 黄巨什么 反正大义一开始恨恨恨他 狐勒 他看你看他拐鞋远来远近 就 就让我把他傻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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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贾 他们看起来这么自信 咱们会不会被笑话呀 没事 光自信是没有用的 重点是节目要精彩 对呀 而且今天啊 评选的人是四皇子殿下 就算不偏心我们 也得给小贾一点面子不是 嗯 这 真不一定啊 今天进行的是 太后寿宴节目的初选 第一个节目 有请私善私代表 加油 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我怎么不不得了 啊 好 啊 好 坏 啊 好 啊 好 好 好 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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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佳 咱们的节目 不会给他查的 对 因为我这节目 他们肯定没见过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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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啊 下一个节目 有请司智司代表 有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啊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小女子不才 我有点特长 就是嘴皮子还算溜 今儿给大家表演一个报菜名 接下来 蒸羊糕 蒸熊掌 蒸物影 烧花鸭 烧子鹅 烧雏鸡 酱鸡 腊肉 香肠 石井拼盘 粒子鸡 蒸羊肉 烧羊肉 五香羊肉 酱鸡肉 烧羊肉 谢谢大家 像什么剃头 这种节目 能去给太后奖章献衣吗 就是 这份奶门子节目 厨子表演的吧 真是 肃静肃静 成什么样子 虽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报菜名 但是如此篇幅的报菜名 却没有一道菜 是重复的 并且 字正腔圆 吐字清晰 还富有韵律 由此可见 表演者也是用心良苦 这个节目呢 我觉得挺好的 四殿下说得对 初选 我就让你过来 正式表演的时候 用心点 关键时刻还是知道 胳膊肘像我拐的嘛 小贾 嗯 谢谢你啊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才同意演出的 让你为难了 没有 没有 之前我不应该跟你赌气 我跟你说对不起 不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我明知道你那么喜欢他 还让你误会 是我误会 我做错了事 结果还让你 给你出难题 我也是为了我们私之私的集体荣誉感嘛 对吧 我今天在台上看到你 那么努力又认真的样子 我觉得好开心 然后我又觉得很内疚 我再不跟你闹别扭了 我会帮你办好这次节目 那我们还是好姐妹好朋友好闺蜜嘛 当然是 不过 我们私之私到底怎么被选上的 明明都 不过 原来是有人偏爱我们小贾姑娘 才没有 你不要乱说啊 不过 虽然说这次的初选蒙混过关了 但是在太后的寿宴我们可不能这么演啊 我能有一个新想法 回头给你说说看啊 好呀好呀 殿下 若是没有心情 出去走走也是好的 近日不知为何 身体越发觉的不适应 可能是因为最近季节更迭 殿下觉得不适应了吧 来 喝些茶 你 晕住晕住 好了可以了 小贾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不紧张 真的不紧张 不紧张 那你叫什么 不紧张 没事了 有我在呢 来我教你 深呼吸 说不惜 小贾 参见时宜殿下 小贾 这是我的新发明 扩音器 我知道你要在 黄总的寿宴上 为他表演那个 转 转 对 所以我就 特意为你发明了这个 我 做个试试 可以啊 时宜 你可真是个机灵鬼 不过这就一个 我姐们这么多 哪够啊 殿下 我连夜感知了 好多处的 这样 刚好 人少一个 厉害 谢谢时宜殿下 谢谢时宜殿下 多亏了小贾 我们才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小贾真是让我们 大开眼界呢 没想到还有 这么好玩的东西呢 真是太谢谢小贾了 好了 好了 不客气 不客气 陆 时宜殿下 陆姑娘 轮到你们了 请吧 小贾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给你们加油 给你们打扣 谢谢您 小贾 少年无知的爱情像是冒险 再度相同已经是风雪曾念 无所顾忌却又要假装疯癫 梦的故事原来是真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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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像只有多纷扰 龙一共却无处可逃 独自藏在窗边长角 静悄悄风啸啸 请温暖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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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今日的寿星太后娘娘 恭祝您 福寿与天席 祝和您生辰快乐 好 少 谢谢太后 谢谢太后 好 下去吧 皇祖母 今日您寿宴 玉儿 玉儿这是怎么了 太医 快传太医 玉儿 太子有心脏病 要是心原性猝死就糟了 你们谁都别跑 丫头 不可放肆 我没有放肆 我再救命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患者无意识 幸福都没消失 自主不惜消失 你个胆大宝贝的宫女 她在干嘛 你想要对我幼儿做什么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是 快去景孙太阎娘娘娘娘娘 谢谢 不死不死 玉儿 玉儿 弗子墨 她不会害大哥的 你放了她 玉儿 看来张贵妃要好好管教 管教十一皇子了 还不肯给我拿下 太后心错了 我们错过抢救的黄金时间 挖出去了 丫头不要胡闹 快给我拉下去 快 快 谁又怨人 凌练 下午铁 冬飘雪 一律律炊烟 心思上回荡山间 让神仙 做清风偷偷窥欠 陈酒一杯 如梦似醉 如酒消灰山海 难以约会 所谓风荒与飞 星河下坠 不过是我手中的 辟不徘徊